周二全天,哈坡里的家乡阿拉巴马州门罗维尔市热闹非凡 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当地居民一起庆祝设立守望者的发布 任何有点文化的人都喜爱杀死一只只羹鸟 能够真正身临电影发源地去想象那些场景,回忆梳理的故事,真的很棒 新书在全美第一天的销售额业绩不错 我们认为它将是我们的年度销售冠军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激动 并且我们的预定数量显示今天的销售额会很棒 杀死一只只羹鸟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杰作 这成为美国和很多国家的课堂标准读物 在根据小说改编的奥斯卡获奖电影中 格里高里·派克饰演这位挑战社会为黑人被告做辩护的律师阿提克斯·芬奇 在新书中,芬奇长大成人的女儿从纽约回到家乡探望父亲 却发现她是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顽固派 我们现在从一个全新视角看阿提克斯·芬奇 很多读者不会喜欢他们即将读到的 然而我认为本书充分彰显了李女士作为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 我认为她著作了两部非凡的文学作品 设立《守望者》在伦敦的同步出版也吸引了很多书迷 这部小说的手稿去年被发现 然而它险于杀死一只只羹鸟之前 此书的发布预计会加剧美国当下有关种族主义的热议 哈珀里今年89岁 他居住在家乡阿拉巴马州门罗维尔市的一处辅助看护中心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谢谢大家